《经济日报》的投资热华组 推介大家买中国铝业 选择原因就是 伦敦金属交易所LME 铝价的价格触及了3000美元一吨 是2008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上海铝价昨天高位 见过23895元人民币一吨 创了2006年12月以来最高 受惠铝价持续向好 股份可以留意中国铝益 众里上半年盈利 按年增长超过85倍 到30亿8千万元人民币 内价持续上升 中铝全年盈利增长势头加快 彭博综合预测 中铝2021年的盈利 预料69亿4千万人民币 按年增长超过8倍 走势上 中铝自去年10月至今 沿着上升轨去发展 策略上可以趁低吸纳 昨天收市报7.21元 可以hold7元以下少住吸纳 目标先看8元 失手6.5元就要减次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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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